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移动旋转缩放工具 老师先把这边的物件先删掉一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老师在选取物件的时候是使用这一个 select object 选取物件工具 其实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三个移动旋转跟缩放工具 它们也可以当作选取工具来用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工具的英文名称 select and move 选取与移动 select and rotate 选取与旋转 还有select and uniform scale 选取以及等笔缩放 我们在这个地方用拖曳的方法删掉一些物件 先选然后按键盘 delete 删掉一些物件 我们留下茶壶好了 好 那这个茶壶因为刚才我有把他的壶嘴跟手把 或是称为提把这个部分隐藏起来了 我这边再把它打开来 打开 handle 还有 spot 把它打开来 那么其实你可以注意到这个茶壶它的颜色 我们当初有指定这个颜色吗 没有 其实这个茶壶的颜色在我们建立物件的时候 3D面试自动会帮我们指派一个颜色 这个颜色其实不是最后的颜色 然后因为在你的场景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物件 所以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个名称 所以我们接下来先给他一个名称 并且指定他的颜色好了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它是显示t part 01 当我们在建立物件的时候 它会自动给予一个名称 那它的名称通常是怎么命名呢 像我们这边如果选择box方块 那我建立了这个 第一个方块 它会把它命名为box 01 我再画一个方块 它就命名为box 02 第三个方块 就叫做box 03 以下类推 那如果说我建立球体Sphere 建立的第一个球 它会命名为Sphere 01 建立第二个球 会命名成Sphere 02 了解吗 所以它的名称呢 就是物件的类型 后面再加一个流水编号 好 那我们这边先把刚才 来多化讲解用的这些图形 先删除 如果是使用这样的预设名称 当你的场景物件多的时候 有时候你可能会找不到 你到底要编辑的物件在哪里 所以我们最好给它一个适当的名称 好 我们在这边呢 像如果这个茶壶呢 我想把它命名为my teapot好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修改它 其实是可以用中文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3D Max 主要是跟像一些游戏引擎 或者是虚拟实境程式搭配的话 老师建议你这个物件的名称 还有后面我们会讲到的材质名称 不要使用中文 因为很容易出问题 好 OK 这个是名称 颜色的话我们可以在这边选 你看这个地方有一个可以设定颜色的方块 我们点选之后 在这个地方可以选 你可以先选一个颜色 例如我这边选粉红色 按一下OK之后 这个茶壶呢会暂时变成粉红色 其实这个不是设定最后材质的方法 我们后面如果介绍了材质编辑器设定的材质之后 指定给物件呢 是以材质编辑器的为主 在这个地方我们设定颜色 其实只是辨识用而已 为了分辨不同的物件 你可以给它设定一个适当的颜色 好 我们按一下OK 好 那我把它变成灰色好了 在这边有灰色 我们这边点选 按一下OK 就变成灰色了 好 那先来看移动工具 我现在已经选取到移动工具了 select and move 选取与移动工具 那你使用这个工具之后 你会发现在你选取物件的时候呢 它会出现红色 绿色 蓝色三个箭头 分别代表 X轴 Y轴 以及Z轴 我们用滑鼠拖曳 你可以让它沿着X轴移动 或是沿着Y轴来移动 或者沿着Z轴移动 就变成拉高了 就从地上离开地面往上跑了 不过如果说你要回到上一个操作的步骤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点选Undo做还原 好 那这个是Reduce重做 OK 好 移动工具 那除了限定让它在某一个轴向来移动以外呢 你可以注意到在这边呢 它有黄色的这个平面 这个平面像我现在这个平面呢 就是X轴跟Y轴的平面 如果我现在滑鼠游标移到这里 用滑鼠拖曳的话 就可以让它沿着X轴 Y轴所交叉的这个平面上面移动 也就是在我们的地板上移动 好 那如果说我现在滑鼠游标移到这个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平面呢 这个平面 其实从透视角度来看的话 它好像是一个菱形对不对 其实它是XZ轴所构成的平面 那我们在这边用滑鼠拖曳的话 它就只会沿着X轴跟Z轴的平面移动 它不会改变Y轴坐标 好 我再还原回来 这个还原可以用快速键Ctrl加Z 所以如果说你要一次还原好几个步骤的时候 用快速键是比较轻松的 好 这是移动 好 移动工具 接下来我们再看旋转 在这边点选 Select and Rotate 旋转 那一样会在这边看到有红色 红色 绿色 以及蓝色 三个轴 分别可以让它沿着X轴旋转 或者是沿着绿色的话是Y轴 所以如果说你要做一个倒查的动画 应该就是在这里沿着Y轴旋转 或者是让它原地打转 那就是沿着Z轴 好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仕图左下方 这个地方就告诉你 这个方向是X轴 红色是代表X 那这条轴线是代表什么 这条轴线代表Y 绿色是代表Y 那Z轴没有画出来 Z轴是代表高度 在3DMAS的坐标系统里面 Z轴是代表高度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要让它沿着高度的这条垂直线旋转的话 我们就让它沿着Z轴 好 为什么这个地方是变成黄色呢 其实它本来是蓝色 好 那我现在滑鼠有没有移到这个轴向的时候呢 它就会亮起来变成黄色 那我们用滑鼠拖曳 这样就可以旋转它 好 这是旋转 接着我们再看缩放 缩放的话是在这里点选 Select and Uniform Scale 选取缩放之后 也是会出现红色绿色蓝色三个轴向 你可以让它沿着某个轴向缩放 例如我们在这边沿着X轴缩放 这个变成一个扁扁的茶壶 好 我们再还原回来 如果我让它长高 我可以让它沿着Z轴缩放放大 变成另外一种造型的热水壶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放大的时候 我希望它是等比例放大 整个放大等比例放大 那我可以将滑鼠游标移到中间的三角形 这个中间三角形表示我同时对X轴 Y轴跟Z轴做等比缩放 滑鼠拖曳 可以放大 往下是缩小 好 这个是放大跟缩小的操作 那我老师这边介绍的这几种 这几种操作工具呢 其实它都有快速键 如果你要移动物件的话呢 是使用移动工具 它的快速键是W 好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 等一下我不在这边点选 W是移动 那如果说我要旋转它的话呢 按E 请注意那个E呢 是ABCDE的E 就可以变成旋转 你可以旋转 那如果说你要缩放的话呢 就是按R 就是缩放 你可以注意大老师并没有去点选这里的工具 好再看一次 如果你要移动它的话 按W 这是移动工具 如果要旋转 请按E 这是旋转 缩放是按R 放大 缩小 那其实这个select object 选取物件也有一个快速键 它的快速键是Q 按Q就变成选取物件 所以你看 如果说我要选取 这个灰色的茶壶的话 我就按Q就可以选到 所以刚好这四个 这四个工具呢 刚好就是英文 键盘英文的第一排 QWER 刚好就四个字 那如果说你有用另外一套软体 Autodesk Maya的话 它的快速键也是一样 它预设的快速键也是QWER 好 OK 那T呢 T是什么 T是切换到上试图 试图的操作 我等一下会跟各位做介绍 那如果说你要再切回透视图的话 是按P 这是透视图 perspective 透视图 那又转回来了 好 稍后呢 请各位同学呢 先练习到这个地方 我们等一下 再继续为各位介绍 试图操作工具